我努力了那么久,终于考上大学了 这大学的学费那么贵,这怎么能行呢 这父母年纪也大了,要不然我去找我姐帮帮忙 看看她能不能借我点钱 姐,姐 你喊什么呢喊,喊桑呢 姐,你看 大学通知书? 是啊,姐 要她干嘛呀 姐,这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让我去上学啊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跟我要钱,让你上大学 你看看我这家,卖了值那么多钱不值啊 姐,你也知道,咱爸妈年纪大了,我总不能向他们要钱吧 还有,这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我想上这个大学 还唯一的出路 你以为你上了这大学就能出咱那村啊 你能上天啊,想啥呢 你以为你考的是清华北大哈佛呀 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好歹也是一个大学啊 你放心,只要我努力啊 就一定会有出息的 努力什么呀努力啊 行了,这大学啊,上了也白上 我跟你说,尽浪费钱 还不如在家种地呢 上大学,重新了点出息 配吗 姐,你看我姐夫也在外面干活 我借的钱也不多,就两万块钱 难道,你这你就不帮弟弟吗 两万块钱 那我们家这两万块钱还有其他的用呢 给你啊,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啊 行啊姐,你别说了 既然这个钱你不借,我也就不上了 那我还先走了 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不姥姥是在家呆着种地 上大学 哎小六,你这怎么了 看着怎么不高兴啊 唐嫂,这我考上大学了 我姐她不让我上 什么小六,你考上大学了呀 这真有出息 咱们家终于出了一个大学生哈 行了,否则,这个大学 反正我也不准备上了 我啊,想出去打个工,挣点钱 你也知道的,这我家里啊,我父母 身体也不好,这我姐呢,又不借给我钱 我也没办法呀 原来是这样啊,小六 你看你这也好不容易有一个圆满 这么多年了,努力也不能白费啊,对不对 呃,要不这样吧 钱的事啊,嫂子给你想办法 你看你这年纪轻轻的 总不能在咱们村种地啊 那多没出息 这只有考上大学啊,才有好出路 你就听嫂子的哈 嫂子,你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姐她的耳末就不理解我呢 小六,我跟你说哈 这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知道吧 呃,你听嫂子的 咱还是去上学,听到没有 上学,可是 一几年,两万多学费 上哪去弄啊 你就放心吧 刚才嫂子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个钱我帮你想办法 真的吗,嫂子 嫂子还能骗你吗 那行吧 嫂子,真是太谢谢你了 哎,我跟你说哈 你别说见外的话 你要知道,你考上大学这个消息 要是被咱们村里面人知道 那得多少人夸咱 你说咱家好不容易出个大学生 必须得上,知道没有 行,行 嫂子,我肯定会好好上学的 嗯,哎,好 先别说那么多了,咱先回家好不好 行 来,走 呀 美丽啊 这不是那唐嫂子吗 怎么 开始捡瓶子 捡垃圾了呀 这不是捡瓶子 能多卖点钱吗 看来小六这学上的没少花钱呀 都让唐嫂过来捡垃圾供她了呀 美丽啊 我相信小六肯定会有出息的 哼,相信她有出息 你瞅她那样能有啥出息啊 当初就是她去找的我 我就是不相信她有出息 我才没有帮她 你看,幸好我没有帮 不然跟你一样 现在也在街上捡垃圾呢 哼,谁让你当初啊 多管闲事啊 美丽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呢 你是她亲姐啊 我是她亲姐怎么了 你这可好 心好,心善啊 在这街上满大街捡垃圾 哼,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你这是啊 自作自受 活该 你这小六大学毕业之后 肯定会回来的 行了吧 我现在啊 离你这么近啊 我都温到你身上那种臭味啊 哎呀 我跟你说啊 我都嫌晦气啊 行 你接着剪吧啊 走啦 呀 哼 大元人 小绿 回来啦 叫你管啊 我手子啊 咋的 来来来 我带你来 拿 拿 拿拿 拿拿 那 枣子 小六 你回来了 是啊 你现在 怎么在剪瓶子啊 哎 小六 他为什么剪瓶子你不知道啊 行了 你闭嘴吧你啊 要有出息了 这是啊 啊 嫂子 这 这五年来 多亏了你 给我打生活费 要不是你 我这大学 就没法上了 嫂子 我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多年 一直照顾着我 哪像他 其实是新姐 啊 却不做清姐的事 他都不是人 小六 你只要有出息就行 我现在 在城里面也买房子了 要不 你就跟我 上城里面去住吧 嫂子 你看 买房子了 哎 你说你混到买房子了 怎么不给姐买一套呀 还好咱俩是亲姐弟呢 行了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当初 我求着上你家去借钱 就差点跪下了 你把钱借给我了吗 哼 还亲姐呢 你配吗 这还不如我嫂子呢 哼 咱爸妈身体不好 就找你借个钱都不给 行了 以后啊 咱俩没什么关系 我啊 把爸妈借到城里 还有嫂子 你啊 一个人就在老家待着吧 小六啊 姐知道当初 哎 目光短浅 姐错了 哎呦 你看 小六啊 你就原谅姐好不好 原谅你啊 你让我怎么原谅你啊 嫂子啊 你就跟我去城里面住吧 小六啊 你这儿 我在老家蛮好的 我就不麻烦你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要不是你啊 我这儿啊 还真不知道怎么过呢 走吧嫂子 你啊就别退死了 走 那行吗 这 这办的什么事啊这 没力啊 这就到你家了啊 嗯 妈 妈 美丽回来了 阿姨好 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先找了对象 小六 他是干什么的呀 啊 阿姨啊 我 我是工地上搬砖的 这儿 我跟美丽啊 也认识了好长时间了 这次上你家来啊 你看 我这儿也没有拿什么东西 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美丽啊 原来 他就是工地搬砖的呀 你看穿的 穷三样 小六啊 他可努力的 是吧 是啊 阿姨啊 美丽说的对啊 你放心啊 我以后肯定会努力的 我一定会让美丽 过上幸福的生活的阿姨 还过上幸福的生活 没钱 过什么幸福生活呀 阿姨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好歹 我也跟美丽 认识了这么长时间呢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是啊妈 你怎么能 这样对小六呢 那行 想和我女儿在一起 这财礼啊 八十万 美丽八十万块钱的财礼 别想和我闺女在一起 阿姨 妈 这八十万块财礼 这么多钱 小六怎么能拿得出来呀 妈什么妈呀 这胳膊肘子还玩玩鬼啊 你是不是我女儿啊 是啊阿姨 八十万 这我们家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阿姨 你就让我少拿点吧阿姨 你要是拿不出来给我滚 滚滚 滚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还是不是你亲闺女啊 美丽啊 就是因为你是我亲闺女 我才这样做的 知道吗 妈不会害你的 妈 这都是为你好 知道吗 为我好 你为我好 小时候你把我扔给我姥姥 不管不问啊 从小到大 小朋友们都欺负我啊 你跑哪儿去了呀 现在说为我好 美丽你说 我托人给你介绍那几个 哪一个拿不出来一百万呀 要是有一百万 我呀 还能给你弟弟娶个好媳妇呢 我弟弟我弟弟 成天我弟弟 你只想成我弟弟 那我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还好意思说 你前几个 那哪一个不是二婚老男人啊 一百万 你就是为了钱是吧 现在说为我好 把我领到家里边 家里边的活 洗衣做饭草地什么的 哪样不是我干的 那你是我女儿 你不干谁干 她叫我干啊 妈 你怎么那么不讲理啊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行 美丽 美丽 真是气死我了 小刘 小刘 别走 这八十万什么时候给啊 这不是丈母娘吗 这八十万还想着呢 是啊 我女儿啊 都跟着你几年了 几年了 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知道吗 在这几年里啊 美丽啊 有多想你吗 而你是怎么做母亲的 我怎么做啊 那是我的事 你啊管不着 管不着是吧 行 不就是要钱吗 这个卡里面啊 有一百万 怎么 还不想给是吧 丈母娘 我告诉你吧 钱 虽然给你了 但是 你啊 失去了一个 最疼爱你的闺女 哎 钱 我拿着 至于我闺女怎么样 我呀 就不问了 行 这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吗